请在YouTube上关注我们 at美国简报 这个百分比背后是15000多人 应该更正一下是17000多人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那么这样的一个裁员不仅如此 英特尔还会从第四季度开始暂停股息交付 支付以专注于扭转英特尔本身 现在亏损的一个制造业务 这个决定在星期四 是导致英特尔的股价在延长交易时段 下跌了20%市场价值蒸发超过240亿美元 同时英特尔还有一个坏消息要带来说 他们预告第三季度的营收将低于市场的预期 那么在当前大家都在拼算力 拼人工智能芯片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如果你走的稍微慢一点 你就会遭遇到像英特尔现在遇到的一个窘境 因为英特尔现在又裁员又暂停股息支付 又看空对于市场预期 那就是因为英特尔现在受到传统数据中心 半导体支出减少 以及在人工智能芯片远远落后于竞争对手 这样的一个影响 那么这也是科技业界或者是市场 在这一周最大的一条新闻 那么再把目光的放回到中国 其实在芯片的领域 英特尔是传出了一个不利的消息 但是在中国 中国的自己的芯片研发是在不断的给自己打气 那么中国现在是宣布说 他们有望在今年夏天实现芯片制造工具的基本自给自足 但是这个也是我们过去看到的 你说是且听龙音也好 或者是也是中国芯片制造能力的一个最新的展望 或者是最新的一个分析 那么根据南华早报 他们总结的是一个来自中国芯片老兵的一个说法 说中国有望在今年夏天实现芯片制造工具的基本自给自足 这是几年前看似不可能实现的一个目标 尽管在技术的复杂程度上 现在中国还是赶不上第一名美国 但是有行业专家认为 中国在芯片制造方面取得的进展非常显著 而美国的这些限制措施 反而是加速了中国芯片行业的一个发展 那么现在中国这边 国内的零部件在部分芯片制造工具中 已经是占据了较大的比例 但是仍需进一步替代进口的工具 那么在中国现在芯片行业最弱的领域 就是光刻系统 离子注入工具 以及电子树的检测系统 这个是现在中国公司最薄弱的领域 而美国的出口限制 也为中国国内的工具制造商提供了一个市场的机会 毕竟这么大的一个市场 如果说你不来 那自然是会被别家给填补 这个也是本周我们看到的芯片 或者是在这个高科技领域 中国的一条比较重要的一个消息了 那么结合一胜一衰 不由得让人感叹 这个是不是中国的时代 或者是说 这个对于中国科技的限制 反而可能对于美国的一些政客 对于美国政府来说 起到了一个适得其反的作用 和平先生怎么看 网上有一个很流传的一个说法 说习近平是中国的这个加速师 按照他们的说法呢 可能这个加速师就加速中共的垮台 加速习近平的这种完蛋 但是事实上正好跟他们讲的相反 中国是加速科技工业化的这种发展 芯片也好 英特雷公司也好 这涉及到一些非常专业的领域 有时候是需要运气 有时候是需要资金 有时候是需要一种气氛 我们不知道中国的芯片 是不是会在下半年 就会赢得美国这场竞选 但是我们要讨论一些基本面 这些基本面就是 首先呢 禁止芯片给中国的 这些比较顶尽的领域 并不是真正能够限制 中国军事的装备的发展 军事装备的发展的芯片的 拥有的这个需求啊 中国自我的这种芯片 或者是比较低端的芯片 就可以满足了 因为军事表面上 看电影看多了 你就会产生一种犯觉 以为军事装备是最顶尽的 军事工业里面确实 有一些顶尽的领域 但是在军事应用 军事装备方面 凡是采取比较保守的 比较传统的 这样一个装备 在这个意义来讲 原来用芯片来卡 中国的军事装备这个事实和逻辑 其实都是不成立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美国有这样一个权力 或者说呢 有这个能力 想在某一些领域里面呢 卡中国的脖子 那中国你是被卡住 还是说呢 自己要加速自己的烟花能力 那这些年 美国的围堵 美国的打击 有的中国人 不要说西方人吧 有的中国人就变得非常的沮丧 说你看 真正就露出了你中国的马脚了 凭上你偷 你模仿 对吧 然后利用别人的科技 然后你装成好像你变成一个科技公司了 这种判断呢 很多中国人已经习惯于80年代形成的 这种对中国的罗号科技状况的描述 完全服侍了这些年 这个中国的科技 或者是中国的科学研究的 这样一种高速加速发展的一种情况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在新闭一开始产生禁令的时候 我就认为了这个很有可能 是个烂尾工程 最终是禁止不了的 因为在商业方面 它有巨大的利益的驱动能力 所以美国的一些公司 都想尽办法 逼开这个政府的监管 出口芯片给中国 那其他的公司 这些年在美国的游说之下 有一些公司就屈服了 美国的威力确实很大 但是有一些公司实在是忍受不了 说不行不行 你们美国人自己可以禁止自己 但是你不要禁止我们 所以 在早几天就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而美国的公司不能出口某些芯片 而其他的公司 像欧洲的公司 亚洲的公司 有些公司是可以来出口给中国 这就说明了芯片这个缺口 已经开始露出它的本来应该有的这个本质 至于中国是在今年还是明年还是三年之后 超过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专业性的一个问题 很难得出一个结论 但是有一条 人类现在的科技的发展 进入了一种 类自于奥运会啊 好奇的啊 是好 我们平时好并不知道 你打球那么厉害 跑步那么厉害 游泳那么厉害 到了奥运会的这么一个比赛的场上 我们就知道 谁是冠军 谁是亚军 谁是什么什么军 那么现在通过这样一个芯片的竞争呢 也许几年之后 我们就会看出 美国既是伟大 中国也崛起了 或者说呢 这一场的这个竞杀的结果呢 把一些原来的体系反而打破了 一些新的生态 新的力量就开始增长起来 所以不要固化地看待这个问题 美国就一定会把中国打趴下 也不要固化地认为 中国就一定会超过美国 这个里面都有很多的这个变数 中国说年底能够能够突破 也有可能 也许呢 它也就是吹牛 三年以后也突破不了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最终不会成为 根本上影响中国科技 尤其是国家实力的 不当壮大的这样一个趋势 所以那些给习近平加速实力的人 应该想一想这个词 是不是这种还变成真的了 这不是家的速度啊 不是你想象的速度 好感谢这个和平先生的补充啊 那么刚才和平先生简单说到了奥运会 其实这个奥运会的奖牌 多少啊 是可以反映出这个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 尤其是这个科技实力 因为你现在看 如果是按金牌的得主来看 那现在啊 在这个巴黎2024奥运会上 那个得名啊 这个排名前十的国家啊 基本上就囊括了啊 这个工业G7国加上中国 这一些国家呢 我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还有个韩国 那么这一些加在一起 应该也是现在全世界这个综合国力 尤其是这个科技实力啊 最顶尖的这么几个国家了 所以啊 这个体育和科技或者说和国力啊 这个区别或者是联系呢 是挺紧密的 那关于这个话题